了解增加月报 又看到一起奇葩的文物犯罪 真是忍不住放到第一个分享 这是湖北实验房县有四个建筑工人 工地上挖掉一座古墓后将文物撕藏了 其中一人将文物带回家后埋在后院 之后就频频发生怪事 三天两头和妻子吵架 孩子总是莫名的感冒发烧 一到晚上后院就会传来啥啥啥的声音 在外打工也依旧是精神恍惚 险些酿成事故 于是扛不住心理压力就自首了 另外三人被追查上门后也均认罪 不知道是哪路神仙出手 我谢谢 但是后面那几条我能够理解 第一条三天两头和老婆吵架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个男神仙还是个女神仙 会直接脑补出NT2剧情的好吧 最后就还是不要做亏心事 这些都不叫事 进入本期视频的头条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从11月起开展分为三个阶段 直到2026年6月结束 目前的第一阶段是产级系统的开发 人员培训与试点 说到这个选递后就喜提了一个培训周一摩尔的培训课程 到明年4月正式开始 四浦的总体目标是要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总目录 互联网家这么多年了 总目录这是个必然会出现的东西 而总目录的完成也只是起步的开始 然后再进一步应该会有面向所有人的公众版 这么推算的话以后无谱就要实现不可移动文物的数字乱生了吧 不过三浦都是2007年的事情 原来最大的画笔方竟是我自己 我们还是看看10月26日到11月25日期间又出土了哪些玩意儿吧 显然本周期最大的热度是在梅山的苏东坡家族墓地 先给四川上一份再说 苏东坡家族墓地的传说在当地早就有了 就比方说这一块残梅上的字 据墓砖所在系东坡曾孙 这块是清朝人给立的 当地的地名就叫苏坟园 而如今的考古就是将当地传说给坐实了 苏坟园的大苏坟园为苏氏孙子苏福墓葬 小苏坟园为苏氏曾孙苏福之子苏山的墓 在当地传说中周边还有更多苏家人的墓葬 至于那是否也属实 得要等到以后能不能找到实证了 四川地区三星堆那块在11月16日开了个研讨会 我就直接报几个结论了 对于坑3468中提取的植物碳线进行了碳14侧年 结果是商贷晚期和当年坑一坑二的结果是一致的 成都理工大学研究团队通过微量元素适踪法 表明彭州铜矿与三星堆部分青铜器关联性较大 还有对于祭祀坑中象牙保护的技术突破 这个研讨会的主题就是多学科 所以玩的都是真科技鱼狠活 成果也不止这三个 想体验知识从耳朵进入从职场排出的快感的伙伴们 我就评论区置顶一条新闻报道 让你们扫夜 本周期内发现的历史名人的亲人的墓葬 也不只是在四川 在月报常驻省份的陕西也有一个 就是圆整的妻子 君埋泉下泥小谷我记人间雪满头 不对 曾经沧海南围水除雪乌山不适云也不对 那是圆整的第一位妻子 现在发现的是在守卫妻子去世后的第二位 赔书 因为一些风水述书上的原因 赔书是单独下葬的 不过位置在圆整墓东边不远的地方 和苏东坡家族墓葬一样没完 现在只能做个参考 那陕西省的日常自然不会只给我们送上一座墓 咸阳市卫城区简滩村就送来了263座大礼包 最主要的是战国晚期的秦国墓葬 有237座 这地方本身就是个墓葬多发地段 塔儿坡道关中监狱超过数千座的数量表明 这是当时的一块公共墓地 用的这张图是这五个分区里不同形质墓葬的占比 可以看到越往西 直线动式墓越多 东面是平行线动式墓居多 所以类型变化的是非常快的 不正经一下 想想现在的阳宅装修 看看当时的阴宅装修 装修时的流行时快速变化了 装完了住进去 那才是你需要长时间磨合的 那么是时候要给陕西上风吗 口头挖路 对于陕西要高要求高标准 我们把画桶递到山西 这次山西从数量上就能上风 沁水巴黎平遗址 发现一座庙底勾二七道农山文化时期的三重环壕巨路 看着相对应的描述 这座巨路的环壕挖掘和城市规划是很高水平的 但是没给图片 我在卫星地图上找了一下 位置吧就是这么快地方 然后啥也看不出 好吧我放弃了 下川遗址出土千余件十字品 处于旧石器晚期的 颜色吧挺好看的 这些是从上层出土的细石叶技术了 边上的比例尺就能看出来 都是非常小且精致的 在这个堆积的下一层 就还是是个人有手就会做的 十合十片的石器 这就很能看出旧石器晚期的技术爆炸了 唐代墓葬两座 一座在平遥古城的东面 另一座也在大同古城的南面 都有墓制一位是李军 另一位也是张军 李军的墓被盗了 只有四件文物 不过墓制上关于墓葬位置的描述 让我们确定了一件事 就是唐代的平遥城的位置 和如今的平遥古城是有重叠的 张军的墓自己塌了 但躲过了盗墓贼 从墓制上来看 张军身在武将世家 网上三代都是武将 他爹根是怪军大将军 又在大同这个重要的军阵 于是他本人没有任何官职 不过他的墓葬形式 却不像是没有官职的人的 全靠我爹牛逼的属于是 张军是征元18年去世的 所以那个时候 地方武将确实很有势力 那就不奇怪了 四个成果公布 山西人果然喜欢四个一组 那么下一个该要少尊的省 山东跋山遗址群的旧石器大发现 还是湖北区嘉陵的水班 他们公布的时间在26号往后了 所以要算在下个周期里 我们先来看些简讯 南海一号乘船总体保护项目 于三日启动 他拿18万件的文物 直到8月份才全部从船舱里提取出来 真的好久啊 同日南海一号的船体 移交给广东海司馆 未来能直接面向观众开放 相关人员可以调整一下生活节奏 毕竟过几年 南海西北路坡那两艘打捞起来 就又要开始了 甘肃马家园西游墓葬群发掘 转入室内考古阶段 出门去看古墨的这期视频真省事 广东生善特别合作区 发现一座可能的年代是商代的古墓 广东省地界上 仙周时期的发现 您别说还真挺多的 河南三门峡发现秦国墓葬群 山东济南发现西径专事墓 西林浩特市发现一座辽带墓 湖北黄梅发现一座北宋纪念墓 调口景顺的再来三个遗址吧 辽宁建平马鞍桥山遗址 辽宁省内目前发掘面积最大的 新石器时期遗址 从新龙蛙文化一路跨到了红山文化 江苏丽阳古县遗址 这个是孙吴的永平县的县制 东晋与宋岐梁城随的永世县县制 非常完整 完整这个很重要的 展现了一座六朝时期的县城 重庆有阳关坝遗址 这个是南宋有阳之寨之州之所所在地 感觉和丽阳的性质挺像 这边的独特之处在于 还是有阳染世吐司 使风之地发祥之处 这下就有个民族buff了 这个三处遗址都有填空的价值 也更有独到之处 但是根据我分配的语句占比来看 就知道是无法上分了 本周期最后的上分机会 谁说一定要在国内 中肯联合考古在肯尼亚 伯高利亚湖遗址 新发现一处典型 勒瓦罗瓦技术制作时期的旧石器地点 为研究勒瓦罗瓦技术的起源与传播 现代人起源等重大科学问题 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 中肯现代人起源联合考古 始于2017年 由河南省考古研究院 山东大学和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等 多家单位组织 之前分别在17年10月 18年9月 19年9月 进行了三次联合考古 前两次发掘了吉蒙基石遗址 19年那次 首次发掘伯高利亚湖遗址 后来显然是因为疫情暂停了 今年9月至11月的第四次可算是绝续上了 接下来应该就是恢复到每年一次的频率 我在河南日报相应的报道上还看到了考古负责人的发掘计划 写到了2028年 在以地球online为服务器的文明六中 咱们兔子也在积攒大量的文化胜利点数 最后来到视频的尾条 其实也是一个热度很高的事件 也就是四川南疆磨牙造像 因为村民的还原被赏色 我觉得这件事最重要的点 是在于给文博从业者的提醒 因为从业者自己的专业内认知 还有周边的人的认知都是非常高的 在这么个环境下 非常容易忽略广大的老百姓中 有的认识是非常朴素的 这些造像的复原 以我们的文博手段不是啥问题 但与其花功夫在事后找不上 以后更要花功夫在事前预防上 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考古月报了 咱们下期再见